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你好,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坏血》,它是一部即时作品,副标题是《一个硅谷巨头的秘密与谎言》,本书的主人公叫伊丽莎白霍姆斯,2004年,他创立了一家名为希拉洛斯的公司, 号称研发出了一种革命性的技术,只用一滴血就能进行250项医疗检测,包括癌症、血肠硅、免疫指标等等。 他的公司仅用10年就成长为估值90亿美元的硅谷独角兽,伊丽莎白本人也被誉为女版乔布斯, 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传媒大亨莫多克在内的一众商界与政界大佬,都加入了他的豪华董事会与投资人队伍。 就在人们期待希拉洛斯成为下一个苹果或谷歌时,一个真相逐渐显现。 希拉洛斯声称的革命性技术是虚构的,这场商业神话是彻头彻尾的骗局。 骗局被揭穿后,这家独角兽公司轰然倒塌,伊丽莎白自首,投资人们在这个项目上损失了10亿美元。 本书的作者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约翰·卡雷鲁,他曾两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 2015年,卡雷鲁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首次公开报道了希拉洛斯的骗局。 接着,他又花了三年的时间写成了《坏血》这本书,不仅重现了希拉洛斯骗局的始末,也详细记录了自己戳穿这个骗局的过程。 本书2018年在美国出版后大受欢迎,被《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等重要媒体评为2018年度最佳书籍。 那么,这场净百亿的骗局是如何被精心打造的? 一个毫无医学背景的斯坦福辍学女孩,如何能够蒙骗一批美国政商大佬? 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又坚守了哪些底线? 接下来,我们将一一揭秘。 伊丽莎白·安妮·霍姆斯,1985年出生于一个美国精英家庭,她从小就非常好胜,九岁时就立志成为亿万富翁。 那时在一次家庭聚会上,每个孩子都被问到长大后想做什么? 伊丽莎白毫不迟疑地说,我要做一名亿万富翁。 大人问,为什么不做总统呢? 他回答,不,总统将会娶我,因为我会拥有十亿美元。 2002年,伊丽莎白以最高的总统奖学金考入斯坦福大学化工工程专业。 但在2004年春天,刚升入大二的伊丽莎白就辍了学,成立希拉洛斯。 公司的名字是英文《治疗》和《诊断》两个单词拼成的。 希拉洛斯的愿景很简单,设计一款轻便的产品,让人们只要轻刺一下手指,就能在家完成大多数的血液检测项目。 病人不用在定期去医院化验,就能让医生实时根据身体情况调整药量。 我们可以把这个产品想象成一个高级版的家用血糖仪,手掌大小,但它可以测试的项目远比血糖多。 这个愿景源自于伊丽莎白从小对于针头的恐惧,她知道,很多人和自己一样害怕针头。 此外,伊丽莎白也觉得传统的血液检测方式效率太低,她想让血检变得更快,更简单。 就这样,伊丽莎白带着父亲和邻居那里募集来的起步资金,拉上了自己的一个博士学长,在加州的一个荒芜工业园区里,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创业中。 很快,她就凭借自己生机勃勃的经历和改造医疗领域的野心,打动了投资人和行业精英们。 一批来自IBM、苹果等一流公司的员工,更是被伊丽莎白的激情和愿景所感染,被她招致麾下。 一位从苹果公司被挖来的员工说,伊丽莎白充满热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正是你想要在一位创业家身上看到的气质。 但是,伊丽莎白的梦想太大了,在医学界,通过一两滴血完成诸多检测,使全世界成千上万研究人员追求了二十多年的目标,但她仍然遥不可及。 因为不同项目的检测方式迥异,一滴血无法同时完成。 伊丽莎白找到的第一个产品研发负责人叫埃德蒙固。 固出生于香港,在硅谷很有名气,很多科技公司遇到复杂的工程问题时,都会找她帮忙解决。 但在希拉洛斯,固遇到了从业以来最困难的工程挑战。 固设计的产品原理,是病人刺破手指,把血液样本放在信用卡大小的检测盒里,再插入阅读器。 阅读器里的泵,把血液吸入到微缩管道,进行过滤分离。 最终留下血浆和抗体发生化学反应,再把化学反应结果显示出来,通过网络传给医生。 但伊丽莎白对两个指标有硬性要求,一是采血量只能是一滴,二是机器要小巧,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一般咽血需要三到五毫升的血液,如果只取一滴,做相同的检测就要用到大剂量的生理盐水稀释,测试结果自然很难准确。 此外,机器小巧就要在巴掌大的空间里设计不同液体流动的管道,他们彼此不能干扰,更不能污染,然后还要以非常精确的步骤通过控制小阀门来彼此发生反应。 伊丽莎白的团队始终在失败,但这项实验的耗材又很贵。 伊丽莎白的耐心很快就用完了,她认为产品做不出来是因为团队在偷懒儿,要求他们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投入工作。 在埃德蒙固拒绝了这个要求之后,整支团队都被裁掉了。 伊丽莎白找来了第二支团队,终于做出了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其实就是在埃德蒙固的基础上做了些改进,保留了检测盒和阅读器的设计, 只是把之前需要依靠阀门和泵来完成的化学反应交给机器人去完成。 但这个机器人很初级,它就是一只安装在台架上的机械手,只能前后左右上下的移动, 而且在很小的空间里,它也无法做到精确。 同样,血液量过少导致的测试不准的问题也得不到解决。 因此,用这个机器来检测同一个病人,两次检验结果可能截然不同。 而且,这个机器经常坏掉,不是检测盒被压碎,那就是试管尖头被折断。 有员工拆开看过,觉得这就是初二的学生从车库里捣鼓出来的东西。 对于伊丽莎白来说,好歹有个产品做出来了,它对这个产品的期望很高,取名为爱迪生。 然而,这个极端不准的爱迪生只能做免疫测试,不能满足伊丽莎白做上百种检测的梦想。 于是,它召来第三支团队,开发一个叫迷你实验室的设备。 它的原理很简单,为了能测试癌症、血肠规等项目,他们把市面上做这些测试的机器买来研究,打算把它们都缩小,装在一个盒子里。 实际上,直到希拉洛斯倒闭,迷你实验室都没有做好。 总而言之,伊丽莎白根本没有做出能完成公司愿景的产品,但与此同时,它的融资额度在不断扩大,它自己也变成了硅谷女王。 希拉洛斯从2004年到2018年存续的15年时间里,共融资近5亿美元,约合35亿人民币,公司估值90亿美元,伊丽莎白的个人身价高达近50亿美元。 希拉洛斯的支持者队伍也是星光熠熠,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亨利·基辛格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媒体大亨鲁伯特·莫多克,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还有墨西哥富豪,希腊船运大亨,非洲钻石制造商家族等都是他的投资人。 他们为这家公司总共投入了10亿美金,即70亿人民币的真金白银。 这样一家金玉其外,败叙其中的公司,它是靠什么把一场骗局维持了15年呢? 下面,我们就从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来分析伊丽莎白的手法。 先来看希拉洛斯内部,我们总结下来,为了不让员工说出真相,伊丽莎白设置了四种程度递增的限制方式,分别是隔离信息、监视员工、威胁解雇和法律惩戒。 隔离信息是指在希拉洛斯,伊丽莎白是唯一一个掌控全局信息的人,不同部门之间不允许彼此沟通。 公司的计算机网络设计都是分隔开的,像被固定在一道道竖井里。 员工跨部门不能发送信息,比如生产同一款机器的工程团队和化学团队不能互通信息,所以当检验结果出错,他们甚至不能确定是谁的问题。 哪怕有人怀疑公司运转有问题,因为信息隔离,没人能够掌握问题的全貌,只能停留在怀疑上。 监视员工也是伊丽莎白的常用手段,她专门雇佣了一名行政助理,跟踪记录员工的上下班时间,行政助理也会在脸书上跟员工加好友,把他们发布的帖子告诉伊丽莎白。 此外,她安排高管定期查看员工的电子邮件和网络浏览历史,甚至在一位部门高管辞职时,她鼓励该部门员工。 谁愿意申巴这个人的文档和邮件,谁就能升任部门主管。 在这种文化下,人们对希拉洛斯的怀疑和不满,不敢轻易吐露给同事,更不敢告诉外人。 那如果直接向伊丽莎白提出质疑呢?结果是被开除。 公司成立的第三年,当时的首席财务官怀疑希拉洛斯编造了和制药公司的合作,去询问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以缺乏团队精神为由,解雇了这位首席财务官,并且不向别人解释原因。 于是,办公室里有谣言说,这位首席财务官可能是盗用了资金。 最终在离职前,这位财务官的办公电脑被发现浏览过色情资料,于是伊丽莎白对外宣称这就是辞掉她的原因,并且因此拒负她的股票期权。 到后来,员工哪怕是流露出质疑和不服从,也会被辞退。 在希拉洛斯,总是有人不断离开,今天还在一起吃饭的同事,明天就不来了,而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 伊丽莎白有个男友,名叫桑尼,她四十多岁,尊横跋扈,被提拔为希拉洛斯的副总裁,也是伊丽莎白的打手。 每当有人质疑公司时,桑尼就会派安保主管拿着公号牌直接去员工聚集聊天的地方出事给大家看,然后这个人立刻就要拎包走人。 有的人甚至是被保安抬手抬脚地嫁出去的。 一开始是伊丽莎白主动裁员,在一个转折点之后,员工们普遍地主动离开。 这个转折点就是伊丽莎白决定把上处于研发阶段,检测结果很不准确的设备商业化用到病人身上去。 在很多人看来,这触碰了他们的道德底线,这么做就好像是把一辆没造好的公共汽车投入运营,是会死人的。 于是,大量骨干先后离职,包括一起创业的元老,技术团队的核心成员,伊丽莎白的闺蜜,以及他从苹果公司挖来的所有人。 但哪怕是离职了,这些人也无法对外说这家公司的一个不字,因为有严厉的法律震慑。 在希拉洛斯,最花钱的地方不是技术研发,而是法律费用。 伊丽莎白前后支付了9亿美元的法律服务费,折合人民币63亿元。 他雇佣了全美国最贵、最强硬的律师大卫·博伊斯和他的律所。 博伊斯曾经击败过微软,也曾经代表美国总统出庭。 对于离职员工,希拉洛斯要求他们上交并销毁所有的邮件和聊天记录, 不能带走一张纸片,也不能在领英的个人简历上写出希拉洛斯的名字。 更重要的是,他们要签署极为严格的保密协议,如果违反,会面临天假诉讼。 以上就是伊丽莎白对内的控制手段。 他层层设限,让员工无法揭发公司的问题。 而对外,伊丽莎白维持骗局的手段有三个。 一是她的个人魅力,二是包装公司,三是撒谎。 第一,伊丽莎白是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创业者。 一位员工描述,他拥有一张远比实际年龄成熟的脸,那双蓝色的大眼睛被训练得可以一眨不眨地盯着你,让你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那仿佛是在催眠。 而伊丽莎白的声音强化了这种迷惑的效果,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深沉的南中阴。 你没听错,是南中阴。 现在,网络上仍然能找到伊丽莎白的TD演讲,她低沉的嗓音确实令人深刻。 也有人说,这个女孩是自己见过最聪明的老板,她能把冰块卖给艾斯基摩人。 作为创业者,伊丽莎白深深相信自己能够梦想成真,并为之疯狂复出,她每天只睡四小时,整天都嚼着巧克力和咖啡豆,给自己注入咖啡因,正是这种疯狂劲俘获了美国政商圈的态斗们。 伊丽莎白最初是通过自己的老师、父亲的朋友逐渐进入到这个圈子。 在认识了前国务卿乔治·舒尔兹后,又通过她认识了前美国国防部长、前海军上将、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等重量级人物。 她用心培育着和大佬们之间的关系,赠予他们股份,换取他们在董事会任职。 这些大佬们普遍对伊丽莎白好的像是亲孙女一样。 这种神奇的信任关系体现在一次董事会政变中。 公司早期,曾有两位员工向董事会举报伊丽莎白造假。 第一次,董事会成员们置若网闻。 第二次,他们召开了全体董事会,让伊丽莎白等在门外。 最终,董事们达成共识,认为伊丽莎白太年轻,缺乏经验,应该卸任CEO。 但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在其后的两个小时里,伊丽莎白告诉董事们, 自己已经认识到了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承诺将会改变, 会更加透明化,更注重回应,不会重蹈覆辙。 他巧妙地运用了忏悔和个人魅力,赢回了四名董事的信任。 自此之后,再也没有人能够撼动他的地位。 伊丽莎白维持骗局的第二个手段是包装公司。 获得融资之后,他把公司迁入了硅谷最核心的地段, 跟惠普隔街相望。 在斯坦福大学隔壁,还租下了脸书曾经的办公楼。 这招十分有效,因为在硅谷门面是最重要的, 他标志着这家公司的地位,他又在营销上花了重金。 比如,以每年六百万美元的报酬,请来了给苹果公司服务的广告公司。 这家公司,把伊丽莎白的个人形象, 从一个爱穿牛仔裤的普通女孩, 变成了只穿黑色高领毛衣和黑裤子的女版乔布斯。 也把希拉洛斯的产品包装得像苹果产品一样简约。 一套操作下来,希拉洛斯从网站、产品到创始人, 都变得非常光鲜。 伊丽莎白还熟练利用了媒体资源, 她通过居于政界高位的董事, 将自己介绍给董事们熟悉的媒体, 然后不断接受报纸、杂志和电视台的专访。 很快,她就火了起来, 被时代杂志评为一百个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美国全球创业精神大使。 伊丽莎白的迅速窜红, 也迎合了公众想要看到一个女性在男性统治的科技世界取得成功的渴望。 伊丽莎白维持骗局的第三个手段是撒谎。 在公司成立初期, 她设计了一套说得通的盈利模式, 就是跟制药公司合作。 如果希拉洛斯的设备卖给制药公司, 就可以让病人在家实时自测对新药的反应, 这会省去制药公司高达30%的研发成本, 希拉洛斯从中分一杯羹就能大赚特赚。 伊丽莎白也确实跟很多大企业谈到了合作, 比如辉瑞公司, 但制药公司买单的前提是希拉洛斯的设备通过验证阶段证明有效。 然而这一关, 希拉洛斯始终没能成功, 合作自然是不了了之。 但伊丽莎白对外声称这些合作都签下来了, 并且把交易额算在了公司账本里, 每一笔都是数千万美元, 再用它们去骗投资人。 在第三轮融资中, 希拉洛斯估值高达1.65亿美元, 就是因为伊丽莎白告诉投资人 已经和药企达成了六个协议, 未来一年半将会产生1.2至3亿美元的收入, 另有15个谈判正在进行, 成功的话会收到15亿美元。 实际上, 这里边一分钱都赚不到。 伊丽莎白还总是把失败的案例 当作公司成果去宣讲, 比如, 她曾经试图在阿富汗战场和墨西哥猪流感疫区投放产品, 都失败了, 却把他们当作成功案例写在了PPT上。 当投资人要求现场验证设备时, 因为爱迪生设备总是失误, 他就把之前录好的结果显示在电脑上。 但光靠片, 是不可能维持公司永远运转的。 一度希拉洛斯的钱烧完了, 要靠伊丽莎白的男朋友兼公司副总裁桑尼的个人贷款去维持。 更长久的办法还是商业合作。 在这方面, 伊丽莎白拿下了两家公司, 一家叫乌尔格林, 是美国一家连锁药店, 另一家叫做西福维, 是全美最大的连锁超市。 当伊丽莎白承诺希拉洛斯的产品可以商业化, 这两家公司分别在自己的线下门店开辟了咽血专区, 其中一家投资了5000万美元买设备, 另一家拿出了全美1700家门店。 但希拉洛斯的产品根本就是个半成品, 不能正常检测。 于是, 伊丽莎白撒了一个大谎, 他决定从外面买别人的设备, 放在实验室里, 假装是自己的。 一位西门子的销售代表说, 希拉洛斯是西门子的大买家, 最终人们发现, 希拉洛斯的检测项目中, 有三分之二是在别人的仪器上完成的。 并且, 在实际操作中, 希拉洛斯的用户不仅需要纸尖采血, 还要静脉抽血, 而且血液样本要寄回希拉洛斯总部, 两周以后才能拿到结果。 这份结果还很有可能是错的。 伊丽莎白的谎言中, 还有一项关于监管。 一直以来, 希拉洛斯都游走在监管的灰色地带。 根据美国法律, 服务于病人的临床实验室是由CMS, 即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服务中心负责监管的。 而商业化的检测设备则是由FDA, 也就是联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监管的。 希拉洛斯虽然和药店以及超市进行了商业合作, 但为了躲避FDA的监管, 他们并没有把设备放在门店里进行现场检测, 而是把血液样本寄回公司的实验室检测。 这样一来, 他们的设备也就不算是商业化的检测设备了, FDA也就管不到他们了。 那像希拉洛斯这种两不粘的实验室怎么办呢? 多年以来, 对于这样的边缘化实验室, 都是由CMS授权州政府进行审查的。 但因为审查机构资金不足, 一般也就是走走过场。 而伊丽莎白始终对外宣称自己有CMS和FDA的认证, 因为她总对外宣称支持FDA的工作, 使得FDA很难对这样一家表面支持自己的公司采取负面行动, 尤其是希拉洛斯还拥有广泛的政治人脉, 和奥巴马政府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她多次在白宫亮相, 甚至出席了欢迎日本首相的国宴。 但是, 伊丽莎白的谎言并不能蒙蔽所有人, 比如辉瑞这样的大药企就没有上当, 而且自始至终, 专注于医药领域的投资机构一个也没有上当。 相信了希拉洛斯的投资者, 往往是医药圈以外的人, 他们信任伊丽莎白承诺的颠覆行业的愿景, 相信董事会名流和其他大咖投资者的背书, 他们认为这些聪明人一定不会被骗, 所以跟头总是安全的。 还有一种流行于硅谷的典型行李是错失恐惧症。 2009年的美国, 金融危机后经济萧条, 但硅谷却逆势上扬, 出现了脸书、推特、 优步这样一批公司, 钱握在手里没处投的公司, 都希望搭上下一艘暴富的火箭。 在这个背景下, 他们宁可选错, 也害怕错过。 比如连锁药店沃尔格林, 它是有员工质疑希拉洛斯的, 但是高管们害怕让竞争对手抢先和希拉洛斯合作, 花血本购买了希拉洛斯的设备, 连锁超市西弗韦也一样, 决策者担心错过希拉洛斯, 万一他确实能够改变医疗行业的游戏规则呢? 以上就是希拉洛斯为什么没有核心产品, 却能成为硅谷新贵的原因。 队内, 伊丽莎白通过隔离、 监视、 辞退和法律震慑的手段让员工守口如瓶, 对外, 他善于施展个人魅力, 包装公司, 更善于撒谎, 瞒住了一批不懂医学的投资人和合作伙伴。 2014年, 在伊丽莎白声名鼎沸的时候, 她的转折点随之而来。 有整整半年的时间, 伊丽莎白在媒体上无所不在, 享受着商业新贵的光鲜。 但12月纽约课的一篇报道, 引起了专业人士的怀疑。 一位医学博主发现伊丽莎白的专业水平很浅薄, 她唯一发表的论文只涉及了六名患者的血液检测, 而且发表的杂志还非常不入流。 这个博主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一位熟悉的记者, 他就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约翰·卡雷鲁, 即本书作者。 接下来的故事, 就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与伊丽莎白之间的博弈了。 当时, 作者已经在华尔街日报工作了16年, 专注于医疗报道, 获得过两次普利策新闻奖, 这是美国新闻的最高奖项。 在接到博主电话的时候, 她已经读过了纽约课的报道, 也本能地产生了怀疑。 比如, 公司数据没有经过同行评议, 而且伊丽莎白解释自己设备的运行原理, 就像是高中生在讲化学知识。 很难相信, 一个只上过两学期化学工程课的大学辍学生, 能成为医药行业先锋。 因为医学和计算机编程不同, 不能在家中地下室里自学成才, 而是需要多年的正规训练才能职业。 许多诺贝尔医学奖得主都是六十多岁, 并不是偶然, 他们的成就是建立在多年的训练和研究的基础上的。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作者开始了调查。 他先找了一名叫做理查德·富兹的商人, 富兹是伊丽莎白家二十多年的老邻居, 他通过注册专利并且出售来发财, 在他知道伊丽莎白创业却没有咨询自己意见的时候, 自尊心受挫, 悄悄注册了希拉洛斯会用到的一项技术专利。 五个月后, 伊丽莎白发现了, 让大卫·博伊斯去对付他。 博伊斯让富兹的一个儿子丢了工作, 并警告他们如果败诉, 可能会承担希拉洛斯的诉讼费用。 这时, 富兹家打官司已经花了超过两百万美元, 再打下去就要破产了。 最终, 伊丽莎白这位骄傲好斗的老邻居在签署撤回专利的协议时, 哭了起来。 虽然富兹很愿意配合采访, 但他和希拉洛斯的这场官司让他可能对希拉洛斯怀有报复之心, 因此无法成为报道的信息来源。 于是, 作者又去找希拉洛斯的员工, 但极为严格的保密协议让人静若寒蝉。 几十封消息均未回复, 仅有几位愿意聊, 但要么必须匿名, 要么要求自己所说的信息不能出现在报道中, 但对于华尔街日报来说, 一篇报道不能所有的信息源都是匿名的。 采访受阻时, 作者飞去了有四十多个希拉洛斯网点的凤凰城, 他在当地找到了多位医生, 发现了很多个检测错误的案例, 他自己也轻身做了对比测验, 希拉洛斯的检验结果确实出现了多处异常。 调查到这儿时, 记者收到了希拉洛斯公关公司的问询邮件, 他也必须跟希拉洛斯正面接触了。 华尔街日报有这样一条报道原则, 如果没有告知报道主角记者收集的每一条信息, 并给他们充足的时间来回应, 一篇报道是不会见报的。 于是, 作者坦言自己在做报道, 并希望采访伊丽莎白, 参观希拉洛斯的实验室和总部, 但这个要求始终被拖延。 不过就在这时候, 作者对员工的采访有了重大突破。 有一位叫做泰勒·舒尔茨的男孩回复了作者, 愿意实名讲述自己在希拉洛斯的工作见闻。 泰勒·舒尔茨之所以有勇气爆料, 是因为一方面他担心患者拿不到准确的检测结果, 另一方面他也担心自己祖父的声望。 泰勒的祖父是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 也是希拉洛斯董事会成员。 泰勒觉得希拉洛斯最终会被曝光, 他想加速这个进程, 给祖父洗刷名声的机会。 其实, 在爷爷的影响下, 泰勒·舒尔茨很早就是伊丽莎白的崇拜者, 为了进希拉洛斯工作, 他甚至把专业从机械工程转到了生物学。 毕业后, 泰勒被安排在希拉洛斯的实验室工作, 但他发现, 爱迪生设备和迷你实验室都非常简陋。 爱迪生设备检测的247份血液样本 正确率只有65%, 而希拉洛斯对外宣称是95%。 泰勒两次去问伊丽莎白, 得到的却是实验室主管闪烁其词的回复 和桑尼的恐吓性。 在信中, 桑尼说泰勒不懂医学, 要不是因为是乔治·舒尔茨的孙子, 他根本不配得到这样的对待, 他得立即道歉, 最终泰勒决定辞职。 一直以来, 祖父都听不进泰勒的质疑, 他对伊丽莎白的信任甚于自己的孙子。 泰勒永远记得那一幕, 在伊丽莎白三十岁的生日宴上, 乔治·舒尔茨和亨利·基辛格等人围坐一圈, 伊丽莎白站在当中, 陶醉在众人的目光里, 仿佛他是一位女王, 他们都是他的追求者, 亲吻着他的王冠。 祖父曾经告诉泰勒, 之所以相信伊丽莎白, 是相信科学进步会让世界变得更好, 他们应该支持这种有梦想的年轻人。 而且, 纽约的一位顶级外科医生告诉过祖父, 这家公司将给外科领域带来革命性变革, 祖父的好友基辛格则认为伊丽莎白是当今世上最聪明的人。 但是在向记者爆料后, 泰勒遭到了希拉洛斯的伏击。 从作者提供给希拉洛斯的采访提纲中, 希拉洛斯发现有个数字是泰勒算出来的, 进而锁定了泰勒。 希拉洛斯的律师两次藏在老舒尔茨家伏击泰勒, 他们强迫他签署宣誓书, 并要他发誓没有接受采访, 他们还威胁泰勒, 如果拒绝合作就会被起诉, 整个家庭可能为此倾家荡产。 然而泰勒始终没有屈服, 没跟希拉洛斯签任何文件, 最终泰勒为这件事情周旋了好几个月, 付出了四十多万美元, 约合二百八十万人民币的诉讼费用。 跟泰勒类似, 希拉洛斯伏击了几乎每一个被采访的对象, 作者接触到的前员工都遭到了跟踪, 甚至恐吓。 作者在凤凰城联系到的医生也都被约谈了, 一位医生声音发抖地给作者打电话说, 啊, 桑尼威胁自己, 如果名字出现在华尔街日报上, 自己将会被弄得名誉扫地, 医生要求作者不要写出他的名字, 正面对质也随之而来。 希拉洛斯派出了代表团来华尔街总部会谈, 这是一场持续了四个多小时的较量, 一边是希拉洛斯技术部门的主管, 和包括大卫·伯伊斯在内的几名律师, 另一边是记者, 调查团队主编和报社法务部的负责人。 对于记者此前提出的八十个问题, 希拉洛斯均不作回应, 他们坚称这是商业机密, 不允许报社发表。 报社则坚持这是新闻报道的权利, 双方剑拔弩张, 作者形容七十四岁的大卫·伯伊斯 从一个慈祥的祖父变成咆哮着的老灰熊。 会谈结束时, 对方看上去像是要在记者胸口插上一刀。 这次会谈之后, 华尔街日报开始不断接到律师函, 威胁如果报道希拉洛斯的商业秘密, 他们就会被起诉。 华尔街日报的发稿流程是, 记者交稿后, 编辑会先后两轮处理稿件, 然后责任编辑和律师在一行一行的梳理核对信息, 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为了怕希拉洛斯策反被采访者, 作者始终在催促编辑, 他的担心不无道理。 就在这篇报道即将发表时, 伊丽莎白在华尔街日报社论版发表了署名文章, 表示自己跟监管者关心密切。 伊丽莎白此举是想通过在同一份报纸上发表正面信息, 来阻止负面信息的出炉。 但作者并不担心这种尴尬, 因为华尔街日报社论版上的文章, 是由外部的撰稿人或者投稿者撰写的评论, 不代表报社的观点。 而且,社论版和新闻版之间有一堵防火墙, 双方不能互相干扰。 为了灭掉这篇报道, 伊丽莎白还亲自四次公关传媒大亨鲁伯特·莫多克。 莫多克的新闻集团是华尔街日报的母公司, 而她自己也在2015年3月新一轮的融资中投了1.25亿美元, 成为了希拉洛斯的最大投资者。 伊丽莎白跟莫多克说, 记者搜集的信息是错误的, 希望她让记者撤稿。 莫多克只是说, 相信报纸的编辑会公正地处理此事。 虽然自己的大额投资可能无法收回, 莫多克始终拒绝对稿子加以干预。 2015年10月15日, 华尔街日报头版发表了揭露希拉洛斯骗局的报道, 引发了渲染大波。 人们说这篇报道把一家高飞在天的独角兽拽回了地面。 接着,舆论战开始了。 有的媒体跟风巴撩, 有的则忙着发表伊丽莎白的辟谣。 希拉洛斯也在网站发出声明, 给报社寄来律师函, 而作者则不断跟进后续报道。 他又发表了五篇文章, 揭露希拉洛斯的监管漏洞, 合作商中止合作, 实验室没有主管等问题。 这时候, 由希拉洛斯的前员工鼓起勇气给CMS, 也就是临床实验室的主要监管机构写了举报信, 引发CMS的突击检查。 之后, 记者找线人拿到CMS的检查报告。 报告显示, 希拉洛斯的恶劣程度超过了任何人的预期。 他自有的爱迪生设备号称能检查250个项目, 但实际上只能查12项, 其他检查都在商用仪器上进行。 而且, 爱迪生设备的三分之一检测结果都不过关。 一位实验室专家说, 该设备的检测结果无异于凭空猜测。 作者把CMS的报告公布了出来, 此后, 希拉洛斯一窥千里。 伊丽莎白和桑尼分手并解雇了他, 销毁了数以万计的检测结果。 合作伙伴停止了合作, 伊丽莎白被CMS禁止从事实验室行业。 2018年9月, 希拉洛斯解体。 2018年6月, 伊丽莎白和桑尼因11项诈骗罪名被起诉。 他们向联邦调查局自首, 如果罪名成立, 他们面临最高达到20年的监禁, 伊丽莎白还必须归还诈骗所得的至少7.5亿美元。 最新消息是, 2019年中旬, 联邦法院将他的刑事欺诈审判延迟到了2020年7月。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在全书中, 作者只是记录, 没有写过个人观点, 但在最后一章, 他写了对此事的评论。 他说, 在硅谷文化中, 长期有一种过度承诺的风气, 产品还没开发完成, 就拿出去宣传, 因为一开始就撒了谎, 所以后来只能一直撒谎, 通过吹嘘来获得投资, 同时掩盖自己的真实进度, 希望最终现实能赶上自己的吹嘘。 这种现象, 频繁出现在硅谷的产品营销上, 但伊丽莎白却把这套用在了医疗产品上。 一款APP做不出来, 人们顶多会失望, 而医疗产品撒谎, 结果却是致命的。 在作者看来, 伊丽莎白从斯坦福辍学时, 并没有想要欺骗投资者, 陷病人于危机之中。 所有人都相信, 他真诚地信仰一个愿景, 并投身其中去实现它。 但在硅谷的资金热潮中, 有那么一个转折时刻, 他不再倾听明智的建议, 开始寻求洁净。 他的报复过于贪婪, 无法忍受任何质疑。 即便在追求财富和民生的道路上, 会对其他人造成致命伤害, 但管他呢? 作者感谢那些冒着巨大风险提供信息的人, 他们的勇气来自于一个高于一切的关怀, 就是保护病人免遭伤害。 作者也感谢华尔街日报始终坚守的新闻专业主义, 从莫多克到调查主编, 他们尊重真相, 顶下了不同程度的压力, 也正是独立媒体和监管机构的存在, 让一次错误的市场实验不至于跑得太远, 伤害更多人。 好了, 坏写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